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够便宜他了 那前辈 要花费多长时间才能 我浑潭不间就算全力失伪也许数月乃至数年之功 我恐怕要在这孤岛上待上一段时间咯 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请教前辈 这些神师到底是什么 这些神师都是太古神明 神族的忠实仆人 你能驱动他们 必是你的一段渊源所致 也是因为你们秦家血脉所致吧 前辈 经过神葬场这一路走来 灵兽也好 神师也罢 每一次都说和我秦家血脉有关 我秦家到底 力量 无比巨大的力量 我对秦家虽了解不多 但我知道我薛沙宗 还是这暴乱之地一方势力之实 这里所有的人无不惧怕秦家 为什么 力量 在其到达巅峰时 自然 就会成为其他人的恐惧 恐惧 秦家的力量 好了 小子 你带来的这些神师 足够守护这座岛屿 你也可以安心离开了 前辈 你怎么知道 小子 你不要忘记 我们魂魄相连 你没什么事情能瞒得过我 我 本不该抛下他们 但是这次 回赤兰兄多吉少 而且事情 全都是因为我一人而起 我不想 在灵力打架 所以 他们就 拜托前辈了 嗯 嗯 嗯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长空前不愁 黑五角和天剑山撤走时 留下的几艘船少了两艘 梁少阳 秦烈都不见了 前辈 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梁少阳 你 没事没事 秦烈回赤兰大陆去了 他把你们托付给我 我必会忽你们安全 况且这座岛有神尸守护 暴乱之地那些家伙 也不敢轻易踏足 你们安心留在这里就好 什么 留在这里 我们怎么可能让秦烈一个人呢 我们必须 这些门派势力 虽然看起来目的是神葬场中的秘宝 但其实更多是重秦烈而来 远离秦烈 自然就能远离威胁 你说什么呀你 宋平安 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 在神葬场秘境里 是谁不顾性命救了大家 你难道都忘记了吗 我只是分析局势 况且以我们的能力 你们以为我们真的帮得了秦烈 宋家的小丫头倒是头脑惊醒 她说得没错 你们跟上去 也不过是白白送死 送死我也会去 高宇 你 她欠我一劝 她也欠我一句再见 宋领雨 你 喂 你们等待 我也去 处理还没有醒 就拜托前辈了 秦烈已经离开炎日岛 前往赤兰大陆了 我们为什么不能抓住她 直接逼问她那东西在哪里 秦家后人已经得到血肉丰碑 能力不可欲知 如果强逼她 恐怕 没想到幻魔宗 都是胆小怕事之辈 狗子 我一直奇怪 当年秦山到底为什么会逃到赤兰大陆 这个只有低等屋者的地方 到底 秦烈的事情你们不用管 王恩泽 在 秦烈已然离开炎日岛 而那些一路跟着秦烈的小爬虫 就交给你处理了 为什么不是秦烈 我 我 是 江阿 在 你也可以动身了 记住 别再给我失手了 是 是 有 你们回来了 洛晨带回来了吗 他已经回到那堂 正在洛南长老那里救养伤势 顺便 我们也知道了百依的事情 haircut 祖祥 怎么一言不合就动箭呢 王先生 不管管自己的手下吗 你不管 我可要代替你管教一下 行啊 我不会放过你的 武剑最重之剑 还是有点太笨拙了 哎呀呀 江教主 你只看得见祖祥这把最重的剑 我这把最神秘的剑 可是要不开心了 你活腻了吧 够了 都给我住手 江爱 我们之间的恩怨 总有一天我会找你算 今日大长老有命在身 他日我武剑 必来请教 严东 祖祥 跟我走 快到智兰了 高羽的明魔器虽然能形成掩护 但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高羽 再坚持一会儿 马上就到了 什么人 是他们 是他们 你认识他们 在炎日岛的时候见过 剑手 几个小辈而已 我们这么兴师动众的 就太没面子了 我一个人去就行了 小姐姐 你长得这么漂亮 却要死在我的剑下 我明明是一个超级脸香西域的人呢 混书 不要太小看人哦 我从来都没有小看过任何人 那你身为武剑 为什么没看到你的剑 因为看到我的剑的时候 就有人要死了 暖 相聚时难免一难 莫撒零酒醉拍拔了冷干 难成就人间千古弹 情难忘 一尘失去的旧时光 人断肠那天涯过黑树才何妨 月光轻轻洒消湖面上 那条寂寞的蜡蜡 照见那逃离不了的回目台 回望在野口古道的彼岸 我无想你永远是心底 那最柔软的牵盘 断不了的目光叫做回望 放不下的毒窗进心灵 就与我归伴 这家伙 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对付他 别那么急 下一个才是你 你以为你们真能逃得掉吗 不 连一根手指都碰不到 你